玉里分局玉里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说 放置在玉里镇信义路的宿舍门口水沟盖都不见了 损失大约有20多万元 警方受理报案之后到现场去勘查件事 分局长林俊廷也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来积极侦办 6天之后两名犯嫌主动投案了 他们也交出偷来的23个水沟盖 全案是依切到罪嫌寒宋花莲地检署侦办 玉里分局玉里派出所11号10点接获民众的报案 放置在玉里镇信义路的宿舍门口水沟盖都不翼而飞 损失价值大约有20几万元 警方受理报案之后立即前往现场勘查件事 分局长林俊廷并当场指示成立专案小组积极侦办 发现本月11日凌晨一时取 一部自用小货车行经案发地点 情急可疑 警方已车追人发现车主现居秀林乡 并联系车主盗案说明 玉里分局调阅上百只的监视器 由案发现场延伸扩大监办 已车追人锁定一部车辆在11号凌晨1点 曾经行经案发地 专案小组13号已车追人 发现车主居住在95公里远的秀林乡一处民宅 随即连续两天检访查访没有线索 无妨二险自知法网难逃 分别于18-20日前晚本首说明案情 并主动交付张物水沟盖23组 全案依窃盗罪嫌 含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六天后两名犯嫌分别主动投案 并且交出偷来的23个水沟盖 全案依照窃盗罪嫌 含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